那肯定我们强大的防护它是大不了的 冯一博自信的告诉记者 经过一代代研制改进 我国的第三代主战坦克性能已经十分先进 在国际市场上非常受客户的欢迎 我之后呢是我国的这个新型的外贸坦克的试验车 那么我们现在呢就到车里面去感受一下 现在坦克的这种的先进性 那这里就是坦克的驾驶室 那么我到这里第一感觉就是这个跟汽车的这个主要的一些驾驶设施的很像 像我前面这个就是方向盘 那么这个呢就是大灯按钮 这个是喇叭按钮 然后呢这个右手边呢也是这个控制的挡霸 前面D呢是前进挡 H呢是手动挡 N是空挡 R是倒挡 那么我前面呢有一个这个显示仪 它可以显示外面那个这个路况 它是这个还有带有夜视功能 现在坦克已经走起来了 我们感觉呢还是相对比较平稳的 我们看到呢这个坦克里面布置的是十分的紧凑 我身边是各种各样的现代化的仪器仪表设备 车长呢通过眼前的这个显示中间呢 就可以看到周围的站场情况 包括呢坦克的各系统的工作运行情况 像这个就是火控系统更好 这个显示的是装弹机系统正常 再往这个旁边呢是毒气和辐射的这个自动化的监测系统 坦克外部只要是感觉到有毒气和辐射的 就可以自动的全光力 保护坦克内部人员的安全 可以说现代的一个坦克呢是自动化和吸引化 非常高度技术的产品 操作人员由以前的四人减少到了现在的三人 现在坦克呢跟以前比较起来呢 操作比较简单 舒适度比较好 它的布局呢方向盘式的 然后档位呢是手自一体 它这个是比较舒适 然后更灵活操作 专家介绍未来的坦克可能将采用新式火炮 并大大加强对空防卫能力 目前美国等军事强国还没有宣布研制出第四代坦克 感谢观看